阿伟你姐跟你姐夫离婚了 她现在在我这里哭哭啼啼的 你说这可怎么办 妈这有什么离就离了呗 叫大姐回来娘家住不就行了吗 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 你大姐为了争孩子的抚养权 选择了净身出户 现在她身无分文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以后该怎么生活呀 既然离了她可以回去跟你和爸一起住 这样你也可以帮她带带孩子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也算是有个家了 这当然不行了 她每天要上班的孩子也要上学 怎么跟我们一起住 来来回回的可真是不方便 儿子我是这样想的 你跟儿媳妇不是要乔迁新居吗 干脆把你现在住的房子送给你大姐好了 你要搬大房子 这套房子不就空着吗 反正你老丈人家财大气粗的 应该也不会在意一套房子吧 妈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我就这么一个姐姐 我也不忍心看她吃苦受罪 那晚上我跟你儿媳妇说一下 应该没问题的 好那你顺便再跟她说一下 能不能叫她多给一点生活费 你姐姐带着个孩子花销大 反正儿媳妇心思单纯又不懂得节制 就算你不跟她要 她也是大手大脚都花掉了 可以 但是这是不能着急 先把房子要过来再说这是吧 要不然两个一起说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一个一个来吧 到了晚上 老婆咱们新房子那边都已经全部弄好了 这两天我们就可以搬过去住了 只把换洗的衣物带走 其他的就留在这里吧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既然我们都搬走了 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呀 老婆是这样的 我姐离婚了 她现在无家可归 我父母整天愁得连饭都吃不下了 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 我就这么一个姐姐 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啊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 把这套房子送给我大姐了 等我们搬走了她会搬进来住 这些东西就留给她用吧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新房子那边很多东西都没买 要是全部换新的 可要花不少钱啊 你爸那么有钱 房子都是你爸给咱们的 你再打个电话给他 让他帮我们一起置办一下家具不就行了吗 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分分钟就搞定了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老公你真是太聪明了 那我明天就回娘家一趟 我爸那么疼我肯定会答应的 到了第二天 女婿我听说你要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送给你大姐 这件事我不同意 爸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这房子是我们夫妻俩的 只要你女儿同意了就行 你为什么要来反对呢 轮不到你来做主罢 阿维你脸皮够厚的 这房子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 这房本上虽然写的是我女儿的名字 但是你可别忘了 这是婚前我出钱 买的属于我女儿的婚前财产 你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一声 就想把我花钱买的房子 白白送给别人 那我岂能答应你 我看你这分明就是算计我女儿 爸你真的误会了 我怎么会算计小雅呢 再说了那不是别人 那是我的亲大姐啊 也就是小雅的大姑姐 我们可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你们是一家人 跟我可没有关系 再说了 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你凭什么说送就送 有本事用你自己的钱去送 好了 爸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 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我送给她怎么就不行了 现在我姐离婚了 又无家可归 我这个当弟弟的不帮她 还有谁会帮她 阿伟这套房子目前市值200多万 就算是不卖 拿去租给别人 光一年租金就有十几万 你是觉得这十几万不是钱 还是觉得200多万也不算什么 几百万的房子 你说送就送感情 不是花你的钱买的 爸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咱们家有这么多套房子 又住不完闲着也是闲着 送出去一套也没什么吧 再说了 我姐现在带着孩子无家可归 她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 我父母整天唉声叹气的 我这个当弟弟的 看着也不好受啊 现在只要我送她一套房子 就可以解决家里所有的问题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说的倒是轻巧 这房子是我辛辛苦苦挣钱 买的你来充当什么好人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做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爸你就不要为难我老公了好吗 他也是一片孝心 不想让他父母难过啊 再说了 大姑姐现在无家可归 确实挺可怜的 那我今天倒要问问你了 你看人家都懂得体恤自己的父母 而你怎么不懂为自己的父母考虑了 我怎么就生了 你这个没出息的白眼狼 爸这怎么能一样呢 咱们家比他们家有钱呀 而且咱们又不差这一套房子 我大姑姐现在带着孩子无家可归 真的挺可怜的 咱们送她一套房子也没什么吧 你给我闭嘴 这房子是我一分一毫挣来的 岂能让你们轻易拱手送人 我不同意 爸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可是我的大姑姐呀 我已经嫁到他们家了 将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你也不想让女儿难堪吧 就算是为了女儿 你就同意吧 好啊 既然你顾及这么多 那你干脆自掏腰包 买一套房子 送给你大姑姐吧 反正别拿我的房子充好人 爸看你这话说的 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买房子啊 就我那点工资都不够自己花 你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啊 原来你也知道心疼钱啊 那老爸挣的钱 你就可以这样随意挥霍吗 敢情你自己挣的钱不舍的话 我挣的钱 你就一点不知道心疼是吧 女儿啊 通过今天这件事 和她以往的表现 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了 你不能再这么单纯下去了 爸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闺女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觉得她真的是爱你吗 如果你没有钱 没有一个有钱的娘家 你觉得她还会这样对你吗 爸你不送就不送吧 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的感情 难道你希望女儿夫妻感情不合吗 我不是离间你们的感情 我是希望你能看清 她这个人的真面目 你是我从小捧到大的宝贝 爸爸怎么会那样做呢 你仔细想想 自从你认识了阿伟 就一意孤行地非她不嫁 不管我跟你妈怎么劝你就是不听 我一直都不明白 你为什么偏偏看上她了呢 她除了一张还能看的脸 和一张能说会照的嘴 还有什么本事 她昨天垫进你口袋里的钱 今天就垫进咱们家的房子 那以后是不是要把我们家的财产 都送给她呢 你这是想把咱们家掏空吗 爸你别再说了 我相信阿伟是爱我的 我会向你证明你的想法是错的 她不是只爱我的钱 你真的误会她了 我相信就算我现在身无分文 她也会跟我同甘共苦的 咱们就走着瞧吧 小雅回到家心里还是不舒服 但是想到父亲说的那些话 于是就想了个办法考验一下老公 老公真的对不起我 怎么劝我爸他都不肯同意 这套房子估计是送不成了 恐怕连我们也会没地方住了 老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会连我们也没地方住了呢 其实不是我爸不肯送房子 是因为我家出现了经济危机 前两个月我爸的公司就已经周转不开了 我爸已经卖了好几套房子 才稳住了公司的员工 可是这个月原本说好的资金到账 现在还是没有到账 我爸的公司很可能就要破产了 老婆 那你说老丈人的公司破产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 这当然了 肯定会影响到咱们啊 因为以后他不会再给我们钱了 我再也不能要疯的疯要语得语了 我看以后咱们可要省着点花了 怎么会突然就要破产了呢 这也太突然了 不过你爸前几天还给你买新房子 让我们搬过去住呢 你说他会不会是在骗我们啊 看你这话说的好端端的 他骗我们做什么 那套房子去年就买了 那就好 只要新房子没有卖掉 我们应该还能过去住 那套房子市值三百多万 可是我爸现在不仅练临破产 还欠了很多债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 老婆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 你说老张人这次公司破产了 会不会连累到我们 他会不会让我们去帮忙还债啊 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 当然会要我们帮忙还债啊 我们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被人催债了 老公你可一定要替我想想办法啊 你找我有什么用 我能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爸真的破产了 那我每个月要买化妆品 名牌衣服和包包 这些以后都要靠你了 你以后可要养着我了 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这些 既然没钱就不要买了 省着点不好嘛 再说了我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你不知道吗 哪里能够你买那些东西 以后你给我省着点花知道吗 我倒是可以省着点花 可是我爸欠的债还是要还的 所以我打算把新房子和车都卖了 帮他还债 你看行吗 这个当然不行 咱们的房子不能卖 你如果卖了 我们住哪里去 我也是没办法了 我已经让我爸叫人去看房子了 反正房子才当装修好 我们也还没过去住 所以咱们直接搬去你妈那里吧 反正你们老家的房子也建好了 对了之前我每个月给你的钱 你先拿出来救急一下吧 这样也能助我爸渡过这个难关 这个可不行钱都已经给我了 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 对了我觉得咱们还是直接分手吧 你可是千金大小姐 我家的粗茶淡饭你肯定不习惯 跟着我只会让你遭罪的 而且我也养不起 你这花钱大手大脚的大小姐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既然选择了你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 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 我都不会嫌弃的 可是我嫌弃啊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什么都不会连的工作都没有 你自己说说你怎么养活 你自己急以前 你有富贵的爸妈可以依靠 我和你在一起也能沾一点光 但是现在呢 你该不会想靠我来养你吧 我可养不起你 老公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我家都破产了 我现在真的很难过 你为什么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反而还要离我而去呢 难道你不是真的爱我 而是图我娘家的钱是吗 我劝你还是认清现实吧 你自己一身的公主病 其实我已经认你很久了 说句实话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家里有钱 能给我家建房子买房买车 还能每个月给我几万块的零花钱 你以为我愿意哄你吗 我原本以为一套房子又可以到手了 谁知道你爸这么没用 既然破产了 咱们赶紧分手 可千万别连累我 小雅听到老公这么说 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父亲说的都是真的 老公你这是故意气我的吧 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以前对我多好 现在我家没钱了你 应该跟我同甘共苦才对 你要相信我爸 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以后咱们还是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 现在的困难只是一时的 我劝你还是醒醒吧 就别在这里做白日梦了好吗 你也不看看你爸多大年纪了 既然还一想天开东山再起 小雅我们还是早点去把手续办了吧 以后我再也不用忍受你的大小姐脾气了 再也不用看你父母生气凌人的脸色了 我今天总算看清你的真面目了 看来我爸说的没错 你果然靠不住 你只会花言巧语哄骗我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会听信你的花言巧语嫁给你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啊 趁现在还没有人过来追债 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好聚好散吧 你还真是够天真的 除非你净身出户 否则你也得跟我一起背债 无论如何你是逃不掉的 阿伟听到这里瞬间也有点慌了 赶紧说道 小雅你放过我好吗 我本来就出身贫寒 我父母要是知道我背负这么多的债务 再加上我姐现在离婚了 他们肯定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的 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就放过我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算了吧 看在你之前对我还不错的份上 我也不想连累你 只是你刚才说的话真的太让人寒心了 对不起小雅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心思又单纯的好女孩 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我同意净身出户 好吧 那我们明天九点就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越早办手续对你越好 既然如此那就不用等明天了 趁现在民政局还没有下班 咱们现在就去吧 我先去准备资料 先说好我净身出户离婚后 你可不能再缠着我 这个你就放一百的心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咱们现在就走吧 就这样夫妻俩当天下午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没过几天阿伟就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来到曾经的家却发现钥匙打不开了 毁的肠子都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